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来聊一个我几乎被poker初学者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对付松胸的玩家 很多观众都留言,问一些实际的排谱 然后在介绍自己打排的这个思路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都会提到一些 这个对手的形象是松胸的 经常看到他翻牌前拿着什么乱七八糟的牌 三bet或者疯狂的偷等等 于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导致自己最后在合牌上做了错的决定 其实这些类似的问题 总结起来都是跟对手的松胸的形象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先首先定义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松胸是那种水平不错的 有盈利的松胸 不是那种疯狂诈呼送钱的人 因为那种其实应该叫风鱼 新手之所以怕松胸玩家 显然是因为自己价值送多了 找不到对手的排列和范围 有人说面对松胸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比他还凶 这句话从道理上来说肯定是对的 如果古王来说这句话的话 就是对付快刀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比他更快的刀 但是问题就是啊 很多人不是用快刀的 我用的可能是青龙烟月刀这种靠力量取胜 而且天生快不起来的武器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 其实你很少看到松胸玩家 去主动去找其他技术很好的锦胸玩家来打大底池 或者说当一个会玩的松胸玩家碰到一个锦胸的时候 他会变得明显没有那么松也没有那么凶 因为对于一个松胸玩家来说 桌上这些其他的锦胸和松胸玩家 都只是途中遇到的风景而已 松胸玩家主要的猎物就是那种紧弱的玩家 就是那种范围非常好判断 也容易通过他的行动来推测出来他牌里的玩家 比如说锦胸玩家翻牌线open一下 发出来三张小牌的牌面 就知道了OK这个玩家大概率没中 那么锦胸玩家一过牌这个松胸就打 或者说锦胸玩家cbet一枪 松胸在后面缠打一条街 转牌上锦胸不打了 松胸就开始偷 松胸形象的玩家盈利的原理是 通过这种不是在你的范围里的中小的底池里面 用各种小操作和偷树立自己松浪的形象 然后当他真正中大牌的时候 打出来 读你不信 然后来拿你的极限价值 我们就先来说说 松胸玩家一般是打牌什么特征 第一 翻牌前范围很广 第二 不怕造大底池 经常连开三枪 然后打得很极化 第三是翻牌后 缠打比较多 OK 那么我今天就针对这三点主要来回答一下 如果你眼中的松胸玩家 还有其他非常明显的特点 也可以留言 我之后可以在其他的视频里面来补充回答 OK 先说一下第一点翻牌前的范围问题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自己拿着Asus 在cut off位置open 松胸玩家在大忙位置跟住 然后形成单挑 翻牌发出来个339有听通话 我们拿着Asus Cbet一枪 然后被check race了 那没办法只能跟一枪 然后对手呢 转牌合牌连续开两枪 合牌上又没有出通话的牌 我们这里因为对方是一个松胸的形象 于是我们跟到最后 合牌上选择抓机 结果对面真的翻出来一个3 这即使是一个3bet的底持 估计也有很多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松胸的对手在前位open 然后我们自己呢 拿着Asus或者Kings 在bottom位置3bet 翻牌发出来个488 对手过牌 你cbet 对手又是一个check race 然后他又打出来两条接 最后翻出来一个89通话 三条 这里我就先问大家一句 在第一个例子里面 翻牌339的牌面 你拿着Asus 翻牌上你会怎么打 你会cbet吗 如果cbet的话 那你打算什么频率的cbet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拿的不是Asus 而是King Queen在翻牌前open的 这个牌面你还会cbet吗 问这几个问题 是为了帮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整体的cbet的范围和频率 而不是针对某一手牌 这里如果你没中 就大概率的过牌 而拿着任何的超对都80%的cbet的频率 那么对手虽然是大忙位置的范围里 有3或者有9 但是依然绝大部分时候 他都是没中的 那么他就可以直接气牌给你 而只有在他自己有3的时候才check race你就可以了 表面上来看 他运气真好 又中了一张3 真松 但其实是因为他判断出来了你的牌力强 避开你的锋芒 在你牌大的时候 他选择气牌了 而在你牌不大的时候 他来偷你 而同时呢 在他真正自己中了非常强的牌的时候 利用形象来吃你一桶 在第二个3bet底持的例子里面 如果最后牌面发出来是48827 没有铜花 你认为一个紧弱的玩家拿着Asus 有多大可能拿到三条节价值呢 对手这个松胸玩家 如果是个对9或者对10 他会在这个3bet的底持里 连跟三枪紧弱玩家的下注吗 当我们把这两个情况 用实际例子展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 就是你需要混合自己的范围和cbet的频率 在这两个情况下 其实拿着超对 过翻牌的频率是很高的 拿Asus cbet当然肯定不是问题 而且不是-EV 但是不是-EV不等于是最佳方案 我们绝大部分玩家在GTO出现之前 都过分的看高了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应该有的cbet频率 而正是因为我们拿到了强牌 就肆无忌惮的cbet 才让这种范围很广的松胸玩家 有机可乘 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控制好cbet的频率 学会控制 学会两极分化的下注 那么对手如果总是拿这种 问七八糟的范围的入持来打 那么其实他是一个-EV的自投落网 换句话说 松胸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没有构建好 一个有效的翻牌前的open范围 和一个翻牌后的cbet频率 因为一个好的松胸玩家 他就是在随时找各种机会 发现你的漏洞 通过这些漏洞来盈利 而锦胸玩家 或者其他的岩石 或者松弱玩家 即使他发现了你有一些弱点 他也会更多的打自己的石牌 或者说他的入持率因为太低 没有足够多的机会来占你的便宜 而松胸玩家 他就有这些机会 我们要做的是 就是构建好自己的策略 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缝的蛋 自然就不用怕松胸的玩家了 第二点松胸玩家经常会造成 大抵持连开三枪 而且很激化 这一点首先还是源于范围问题 就是谁更有Nuts的范围 我们想象一下两个不同的情景 翻牌前你在枪口位置open 气牌一圈 松胸玩家在大盲位置跟住 第一种情况是 翻牌发出来了Ace King 3 第二种情况是 发出来了个478 两种情况你都是cbet 对手分别有多大可能会check race你呢 他的check race之后 有多大可能会连开三枪呢 因为松胸玩家的打法 导致自然的波动很大 他们早就习惯了打大的抵持 但是不等于松胸玩家 就是一个无脑的race你 他只要是稍微会玩一点 就知道不同的牌面 对于自己的操作空间的影响 有些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第二个牌面 就是对于盲位的玩家 是非常有利的 这种牌面上 一旦翻牌上check race了 连打三枪 这个抵持就会自然的很大 而Ace King 3 在合牌上就变成一个抓鸡的牌 在这个牌面上呢 就是一个范围劣势 也没有必要去强行抓鸡 行动线 赔率和概率这些东西来决定的 而形象这个东西呢 它只是辅助决策的一个工具 它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辅助加减几个百分点 你是跟猪还是气牌 但是不能单纯因为它形象不好 你不相信它就要抓它的鸡 另外呢 关于大抵持的问题 就像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松胸玩家 遇到锦胸的时候 会没有那么凶 因为锦胸玩家 他的手牌的质量会更高 他参与的手牌更有针对性 也更激进 就会让松胸玩家 没有那么有利可图 是要提高自己的激进程度的 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顶级牌手 没有一个不是激进的 当然顶级牌手的激进 它不是一个主观的 故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而是一个客观的技术 这一点我们等会儿再说 第三点 翻牌后 松胸玩家可能会更多的产打 如果有人不知道产打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就是翻牌前 你在前位open 他在后位跟住 翻牌上你c bet 他觉得只要这个不是你的范围 你大概率没中 他就无论自己中了还是没中 都会跟一枪 然后转牌上呢 如果你再打 他看情况到时候是跟住还是弃牌 如果你一旦过牌给他 他意识到你是失落了 他就会自己偷出来 其实这个跟第一点比较类似 还是因为前位的玩家 他没有构建好过牌和慢打的频率 对手太容易通过 你在翻牌上的表现 判断你的牌力 于是利用位置优势来偷 我们只要弄清楚 第一点和范围的问题 这一点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你感兴趣像今天这种 不是以某手牌作为基础 而是专门聊一个特定的内容 比如说像今天的 如何对付松胸的玩家 这种视频的形式 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频道 会员频道目前已经聊过 很多不同内容了 比如说翻牌上 CBET的频率和尺度问题 翻牌前3BET的尺度问题 在合牌上 如何利用阻挡牌 和范围优势进行诈户 翻牌前最常见的错误等等 已经发布了很多内容 相比于平时发布的 对一整手牌的分析 我们在会员频道里面 会更详细的拆解开 每一个单独的行为 分析它的利弊和如何使用 让你在每一个环节上 对Poker的理解都可以更深刻 会员视频每个星期更新一次 加入方式在屏幕的右上角 或者视频的简介里面 都可以找到链接 最后呢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 机记的问题 在5年或者10年之前 形象是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玩家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是松胸还是紧弱 它是根柱站还是岩石 这个形象问题 我在最早的新手教学视频里面 有详细的分类过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回顾一下 形象这个问题呢 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 而且在新手牌局里面 还是非常适用的 但是这些顶级的玩家 没有人是岩石 没有人是紧弱 大家似乎都是一个思路和打法 这主要是因为GTO 现在给大家提供了指导的路线 就是在一场比赛里啊 你的形象 你的入持率 其实受主观控制的影响 是很有限的 而更大的程度上呢 是取决于翻牌前 你的架构和你翻牌后的策略 拿到了什么牌 你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如果你这一整天 没拿到什么能打的牌 那么你就是应该 非常低的入持率 如果你这一天 就是抓到很多好牌 那你就是应该有更多的三bet和四bet 合牌上有更多的满持和超持 所以不是说 我们发现自己的入持率太低了 主观上学的需要调整一下 于是开始拿着什么三五同化 去三bet别人 包括几年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 就是OK 我看一下表 如果这个时针或者秒针 指到某一个数字 我就入持 这种完全的随机性 其实也是不符合GTO的 同时呢 也不是说我们一直以来 比如说自诩是一个紧凶的玩家 然后我突然发现 自己今天的入持率有点高 于是我就主动弃掉了应该玩的牌 或者拿着那些本来应该三bet的牌 选择只是跟注 来维护自己紧的形象 这些都是不对的 你的形象其实不应该被这些东西影响 而更多的应该是 你在什么位置上拿到了什么牌 你就应该怎么打 它更多的是一个客观的决定 当然即使是这样 其实我们还是有足够多的 靠自己主观做决定的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对你来说 在合牌上满持诈户 还是合牌上放弃 他的预期收益其实是差不多的 或者对手在合牌上打出来了 你发现自己是弃牌 你的预期收益是零 跟注一区收益可能也是零 于是两个差不多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主观的选择 如果你非常明显的 平时抓机过多 你成了一个跟注站 那么就应该EV差不多的时候 就更多的气牌 如果你平时不太抓机 那么这个EV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应该选择更高的抓机频率 还有呢 比如说自己下注的尺度 过牌的频率 因为GTO虽然它是有指导的 但是它给出来的是一种混合的建议 比如说它会建议 22%的时候打1%的底持 15%的时候打1%的底持 12%的机会打满持 然后有百分之多少的机会是过牌 这些都是电脑给出来的合理的建议 但是你在现场怎么选择 这就是一个主观的决定 就是更偏向于 你自己希望 自己是一个什么形象 更适合什么打法 所以在这部分 是一个稍微对形象 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 总结起来来说 就是其实Poker发展到 今天这个时代 用松胸或者锦胸 这些词来分类玩家 已经有一点太片面 甚至有点落后了 高手们其实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已经去了 说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会认为 我现在是在大力推崇GTO 其实也不算 因为我认为 虽然GTO可能是一个最终发展的方向 但是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 考虑到绝大部分人的Poker水平 其实用GTO 很可能不是一个最合适的情况 但是这个绝对不妨碍 我们需要对GTO有一定的了解 从中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因为GTO很多时候 它对于我们平时对Poker的理解 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需要知道电脑给出来的建议 并且背后的原因 然后融合到自己 我们平时的策略当中 这样才是有不断的进步 才能提高对于Poker的理解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继续